因為上一集討論玩具店倒閉風潮 大家其實還蠻熱烈的 就這樣子 那就期待你們的問題囉 老闆不失常 全部大公開 就這樣 下一集見 因為最近呢 也不是說最近 前一陣子發生的事情 也就是關於長籤啊 或者是扭蛋裡面沒有大獎這件事情 其實很多人在留言區都有問我們說 希望我們分享的想法 我之前已經分享過一部 有關於那個一番賞的 黑暗面的長籤的部分 然後也有跟大家講 如何去判斷 這個店家有沒有長籤的方法 我覺得那時候該講的都講完 但後來想一想 覺得好像還是有一些 非常的細節沒有講到 想說在這邊再給大家補充一下 講那個關鍵的重點點 我還是要先跟大家講一下 為什麼店家會想要做筆 講到爛了 絕對非常簡單 就是因為想要賺更多錢 大家都知道 官方一番賞 那他就是大概要抽到50幾抽 甚至60抽才會有所謂的 損益平衡 才會到達他的成本 後面才是他開始賺的錢 一般都是80抽 然後8個大獎 結果你在10抽 就出掉了4個大獎 也就是說他剩下70抽 只剩4個大獎 請問這個配率誰要抽 這個點其實在一番賞來說 非常的不公平 因為大部分的抽獎機制 例如說轉盤 固定20個格子 然後3個大獎 他就是固定 然後一直轉 你中到了下一輪轉還是3分 每次轉都是3分 可是一番賞抽獎不是啊 一番賞抽獎是 只要有人抽5抽沒中 你中獎的機率就會變高啊 在這個機率來說 其實對於賣家跟買家 都會產生一些微妙的關係 因為如果他這個配率表 小獎被別人抽的越多 等於你中獎機會越高 等於大家會更想要去抽 反之就是大獎都被抽完了 誰還要抽呢 所以就會造成說 店家如果前面大獎都被出完 後面就抽不動 抽不動的話 就會導致他可能把東西放在倉庫裡面 堆疊的一個倉庫的成本 倉儲成本 甚至東西可能隨著時間慢慢掉價 導致說更沒有人想去抽他 進而導致說很多店家寧願 一開始把那幾張大獎藏起來 那至少保證說這一套 很容易會抽到60幾抽之後 那店家就很容易賺錢 甚至更狠一點 60幾抽之後才把大獎放進去 再加上最後賞的話 你隨便都包套 店家等於可以把那個利潤賺滿滿 那當然我們自己都會說 我們自己絕對不作弊 但是有時候員工也會不小心有點失誤 你不要看大鐵傻傻的樣子 也不要看美美好像很怪的樣子 說不定他們哪天突然毛起來 開始亂搞了對不對 有沒有可能 所以大家如果來抽的話 還是要數一下錢 好不好 保障自己的權利 那當然 我今天要講的重點不是這個 因為這個已經講過太多次了 今天就要來跟大家揭秘 這揭秘啦 今天就要來跟大家講 一番賞 所有的內幕 就在四個字 你們只要知道這四個字 就有很有機會 再從那個被騙的那個輪迴中 我回來 而且這四個字是由英文字跟數字所組成的 衰竹你知道嗎 L-O-B-E 不是 你不要突然告白 你幹嘛突然告白 為什麼你要突然告白 數字喔 對 E3E 他們也有可能交錯 E3E是L-O-B-E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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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那你要進來清一個嗎 那你要進來清一個嗎 確定 太噁了太有理 不要離題 那四個字 就是你平常去抽一番賞 會在左上角或右上角看到的 通常會有一個框框 裡面有店家所寫上去的 英文字跟數字所組成的 序號 那就是所謂的一番賞序號 你知道為什麼要創造這個序號嗎 誰說 我覺得是方便他們去追蹤 追蹤什麼 追蹤賣出去的貨 啊最重要幹嘛 就是因為日本的官方不是管很嚴嗎 管很嚴 所以如果他旗下哪間店的序號 的套出問題 他可以去追 追蹤那家店 其實追蹤算很有想法喔 先跟大家講一下 一番賞序號有幾個用處 第一個 證明他是正版的 因為一番賞也有可能是盜版的 其實你盜版說真的要做得很像 正版的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 那要怎麼證明他這一套是正版的呢 就藉由這個序號 你去網路上查這個序號 你就可以知道 確實有這一套 好不好 那個萬代出的這一套 那你就可以證明他這個 是一個保障的意思 他就等於是很像一個保固卡 證明說這一套是正版的 第二點 也就是你所說的 官方他要知道說 這一套給誰的 如果之後這套有問題 他要去追溯 去查詢說這一套 是來自於哪裡 來自星星的你 來自星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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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我看看 一定在說 這是好醜 我在聽 胡子在那邊 旁邊吵 好啦 官方對於這件事情 是非常嚴謹的啦 因為 日本就是一個很重視 很嚴謹 就是很重視 禮儀禮節名譽 什麼之類的 各種規矩都很重視 例如說今天這一套一番賞 你在A店抽了 結果發現他廠前 你去跟萬代檢舉這個序號說 這家店廠前 萬代就會去查詢這一套 當初是發貨給誰 你今天抽日本的 然後發現他廠前 就去日本萬代 然後萬代就會去查這套序號 他當初是發貨給哪一家店 例如說他往下發給日本A店 以後就直接把日本A店 所有的那個一番賞 叫貨權全部收回來 不讓他叫貨 算是對他一個懲罰 那日本A店可能當初就是因為 他批貨給台灣A店 導致說日本A店 被受懲罰 那之後也沒有貨可以批給台灣A店 那台灣A店之後 等於沒有叫貨的管道 所以台灣A店也沒辦法再賣一番賞 就是這樣子 等於他是有一個循環 最後導致你的檢舉是有 可以成功的 講到這邊 其實大家就知道 序號是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一番賞上面如果沒有序號 算是一件非常危險的事情 當然他如果不寫序號 也有可能 好不好 我先跟大家講 如果有一個店家他不寫序號 他不一定有償錢 他可能有一些點導致他沒寫序號 第一點 他有可能就懶惰 就直接沒寫 喔對呀 我們早期其實也都沒寫 就懶惰 就是超懶 後來都寫 然後第二個點就是 他沒有償錢 但是他有做一些別的事情 導致說他可能 在日本的萬代來說 是有一點違規的行為 他的做法是對消費者 選意沒有受損 其實對於日本萬代來說 是有一點不合規矩的 也是有可能 例如說 偷跑事件 很多人其實不知道偷跑什麼 偷跑就是說 例如說萬代規定 他們日本的店家 例如說賣的時間就是6月1號 6月1號開賣 結果 日本的店家在5月28號的時候 就賣掉了 他一整套直接賣掉 賣到台灣 然後台灣可能5月31號 就開賣 就太快了 在日本萬代是不行的 但是他對消費者是沒有受損的 這樣 或者這種事情 所以他們可能就會把序號 收起來 就是要不然你網上檢舉 導致說他們 日本上面的店家 也會被影響到 這樣子 簡單來說我統整一下 就是 序號這個東西 算是真的非常重要 因為它是可以給你們消費者 所有權益的保障的來源 當然說不一定你檢舉就會有用 因為萬代可能要處理事情很多 或者甚至別的做一般廠商 例如說 路板也有很多 做什麼經理賞 什麼的 他們也都會有所謂的序號 或者三立歐 也會有所謂的序號 你網上檢舉他們不一定有用 就像你去台灣 你去檢舉一些東西 他們也都不一定會收到你的申訴 或者他們收到也不一定想要去管 但是有這個東西總比沒有好 有這個東西就是對你有所保證 而且甚至它就是正版的意思 簡單來說 如果你看到這家店 如果沒有序號的話 你可以問老闆說 為什麼不寫序號呢 他可能會給你一些理由 你去聽聽看 如果合理的話 你可以再去抽 然後再搭配數千 相信你們在抽一般廠商這個環境下 應該會更有所保障 主要是希望大家可以抽得更開心更快樂 然後可以在公平公正公開的機率下 去拿到自己說想要的東西 可以嗎 睡著 這個說法OK嗎 你有什麼想問的 沒有 沒有 講得太清楚了是不是 講得太清楚了嗎 一定會有問題吧 可是我覺得有時候 像簽這種問題 現在也是有不小心掉的可能性 對啊 我有說就是 也有可能店員自己不小心 也有可能店員自己亂搞 沒有 所以最好客人要自己抽自己還是要先輸一點 舉例一下那個簽 因為像我們簽一整面絲的話 我們可能沒有把它順開 所以其實簽跟簽很容易黏在一起 就是那個沒有拔乾淨 啊有可能上一個客人抽了以後 就直接丟掉 他抽完丟掉了嘛 然後另外一張簽其實是沒絲過 黏在他背後 就會導致說少一張簽 這種不小心的狀況其實滿常見的 對啊 因為其實這次簽也會 也會有黏在一起的問題 所以這一點啊我覺得店家一定要順乾淨 因為其實我自己就發生了 但這跟客人沒關係 店家也會看啊 他媽的這個 這講給觀眾 講給大部分都是抽客聽的 而且你知道 幫他發生真的會很好 可能因為你很擔心 客人會不會想太多 好啦你在打預防針是不是 你在幫我們打預防針 就是萬有我們簽不簽的話 那我真的有遇到過 我真的怕客人贏我們是故意的 好啦要打預防針 打預防針有看到嗎 反正就你們先數一遍 先數一遍好不好 拜託啦 真的數啦 如果你真的少一張 還怎樣就不要抽 因為也不一定 要嘛就真的不小心不見 不然就是店家問題 就這兩個 其實不見也是店家問題 就是不曉得 好啦 有沒有對於序號 還有什麼其他有關的問題 我們只是在聊序號而已 對這個主題就是 大家在抽一番賞一個新的細節 就是序號 因為很多人其實不知道這個細節 就之前有一個特別講解說 破解一番賞那個各種的不法行為 可是沒有講解說 今天算是補充啦 那大家還有什麼問題都可以下面留言詢問我們 我們可能會看到有哪些人問 當初也是沒找到這個點的 我們就會再拿出來做補充啦 那我們目前有開兩家店 一個在中立的富士丸 一個在板橋的富士丸 好不好兩間店 我們都有那個線上LINE群 好不好 兩個QR塊在這邊大家加入 我們都會PO店內的配率表 然後你們都可以直接線上跟我們抽 好不好 就這樣 那還想看我聊什麼 就在留言告訴我吧 野家玩具店不敢告訴你的事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就你看 那就是所謂的一番賞序號 剛才他那個咖啡巴啦賣到我 你補個貨 啊那你 你方便補 好 今天就來跟大家講 這個序號到底是要 閉嘴 你不要吵 你不要吵 www